第486章 慢慢变老的爱情 才11月初,可是怀子和青木却忙起来,带着人将辣椒一搂一搂地往外搬,搬完了两家后院和乡房里的,又搬地窖里的,再搬地下储藏室的。 搬出的辣椒都装上方家派来的马车,然后运到下堂级二里铺码头,再装上船。 运往北方,竟是一搂子也没留下,今年下堂级可没辣椒卖了。 可想而知,这些青辣椒、红辣椒会运往京城、云州、唐州等等,进过那么多的大城镇,就算加上方家自己收的和种的辣椒,那也是不够卖的。 就这样,两家院子门口马车牛车落意不绝,可谓门庭若市。 青木和怀子在沿途粗村都派了人守护,方家自己也怕出事。 他们已经听说去年收辣椒时出的事了,也调集人手沿途照料,不准扰民。 一直忙到11月20日,该卖的辣椒全都出完货,地下储藏室只留下2000斤辣椒,方家便痛快地按数结账给怀子。 那天傍晚,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,刘黑子赶着马车,从下堂骑出来,载着怀子往家飞奔,终于赶在天黑前进了院子。 当晚,郑家聚集在张家,热闹地吃过一顿饭后,打发下人们退下。 举花拎出小算盘,摆上鹅毛笔和账本,跟怀子、青木、张大栓、郑长河团团围坐在八仙桌四面,开始算账分钱。 河室、杨室、刘云兰则坐在活桶里,也没做针线,喜气洋洋地刻着瓜子,抱着娃儿们围在身旁,不许吵闹,侧耳听桌上算账。 别瞧忙了这么多天,算账也就一会儿功夫的事。 八万多斤辣椒,八十文一斤,菊花扒了一番算盘,加加减减,总计得赢六千七百多两。 其中,两家自重辣椒卖了五千五百两,另外一千二百多两是外购辣椒赚的,成本也就花了百来两银子。 听了这个数,青木等小辈心里早就有数,还不觉得怎样,杨室和和氏则惊呆了。 郑长河和张大栓也愣愣地说不出话来。 虽说菊花上年将这辣椒储藏方法转给方家也得了三千两银子,但那情形是不同的。 今儿这钱可是实打实地从自家地里长出来的,他们参与了种辣椒,摘辣椒,藏辣椒,一样事没少干。 所以这钱对他们的冲击就大了,亏得几人身体还算好,不然的话,怕是要血气上头。 先是兴奋,惊讶,然后不住地询问相关的事情。 一时间也没人管小玩儿了,他们便满屋子乱窜,叽叽呱呱笑闹起来,堂屋里就跟集市似的。 杨氏和和氏不自觉地下了火筒,也不客瓜子了,凑到桌边,和氏从桌上一堆植里捡起一张,就着灯光照着气桥。 刘云兰也抱着黄瓜站在青木身后,开心地看着他们。 哎呦,这,这纸值一百两。 和氏不幸地问道,但还没见过银票嘞。 不带几个小辈说话,张大栓咧着嘴巴笑道。 咋不值了,人家有钱人都用这纸,谁还穿银子和铜钱出门,那多累人。 和氏见上面有字便问道,那,要是旁人一买来这纸,在上面写几个字,也能当银子哟。 那不翻天了? 怀子的人都笑起来,倒哪有这么容易的事。 郑长和笑得和不拢嘴,说他早见过这东西,错不了。 菊花将各家分的银子算好后,青木和怀子一一分派。 原来这里面还有两家亲近的一些收入。 像怀子舅舅家,菊花外婆舅舅家,刘云兰娘家,数而不大都是自家种的辣椒。 他们就顺便代为储藏了。 钱封好后,几个长辈也回过未来,一个个兴奋的议论不停,合适跟杨氏商量,等哪天有空,去集上买些好料子加来做衣裳。 上回,我见柳儿娘穿了件紫红端面袄子,到处招养,那个得意劲儿,好像人家穿不起似的。 他很不屑地哼了一声。 杨氏盲点头道,哎,我也这么想的,挣了钱不就是穿的吃的吗? 要是连件衣裳也舍不得做,累死累活的也不花算。 郑长河急忙道,他娘啊,你再打几件好手势,我早就想着,等着辣椒卖了钱,要帮你买只金簪子,带了好看,还能当银子钱攒着,留给孙子。 杨氏见他一把年纪了,居然关心这个,很不好意思地白了他一眼,说金簪子得多贵,乡下人带内干啥,面上却很相吻的样子。 又说买了人给孙子孙女,倒也不错。 菊花本就听呆了,又听张大山搬枪道,乡下人咋不能给金的,咱们自己挣的,一不偷二不抢,带了才输心嘞。 坏子娘,你也去买一个,要不明要我陪你去买。 当年成亲的时候,我一样东西也没帮你治,这些年你跟着我又没想过几天福,如今家里挣钱了,我就帮你补上。 说完,看着和氏开心地笑,风震的脸颊上几道风霜刻出来的皱纹舒展开来,一片朗阔。 满眼的关爱不含一丝扭捏,带着历经岁月的坦然和豪气。 郑长和也连声说要买,还说大伙一块去集上好好逛逛。 何时跟杨氏高兴之余,脸上居然泛出害羞的红色。 怀子和清末脸色都变了,极为尴尬不自在。 菊花则暗骂自己糊涂,自己喜欢简单随意,买些粗布做衣裳鞋袜,却只当人也是这么想的。 殊不知,乡下人谁不想穿的体面,住的体面,然后让人羡慕。 可笑自己挣了那么些钱,从未想起帮爹娘做件体面衣裳。 虽然也曾经问过,却把他们的不舍得当不喜欢,误以为他们觉得穿粗布自在。 这回自家种的辣椒卖了钱,实陈的爹娘像是从未见过那么多银子。 心下觉得终于能放心花上一回钱了,越想越自责。 他忙笑着对四人道,爹说得对,娘想穿啥样的,那就去买来。 哪天呀,咱们全家都去习上逛,让两个爹好好帮娘添些东西。 我们当小辈的,就跟在后边帮着看看,省得挑花了眼。 可不能缴了长辈们的心情和情意,这回就让两个爹帮娘买东西,自己静些笑。 过了这回再说。 其木和怀子也醒悟过来,跟着附和,说找个大太阳的日子,全家上级。 又把自家的银子让爹揣着,只留下亲戚的钱,回头好算账付给他们。 正常和张大山小心翼翼地收漏银票,零碎银子用带子装了,放在手边。 说是就用这散钱去买东西。 菊花张张嘴,心道,爹呀,这些不够了。 算了,到时候自己给添上。 刘云兰则自高奋勇地说道, 布料买回来,我帮爹娘做衣裳。 这下杨氏和和氏没再推妥,大家又喜气洋洋地讨论如何花着钱。 正常和跟杨氏说还是要买田地,这些钱放家里心里不踏实。 张大山和和氏说,托人给杨子烧些银子去,在外边身上没钱拿成来。 一个月,那点路迷哪够花? 他们是听怀子说,像张阳这样的朝廷有补贴,所以才说这话。 怀子忙道,干明儿去找宋掌柜,趁方家往京城送年礼的时候, 把银子和书信给张阳带过去。 老两口便满意地点头。 英诱说起方家运了好几船的辣椒走了。 怀子道,这一回方家可要发了, 好些商家来找来袭,要跟我买辣椒, 我哪里还有辣椒卖吧他们,只好跟他们说找方家去吧。 举花有些不确定地问道, 他总不能买几百文一斤吧, 不过是辣椒而已。 怀子嗑了口热水轻笑道, 你以为嘞,他们专门做生意的人比咱们惊多了, 我倒替来袭可惜,早晓得这样就留些给他卖了。 原来他们去年跟方家订了协议, 不论收多少辣椒, 全部按八十文一斤转给方家, 剩下的事就不管了。 主要是想着去年辣椒均价还不到八十文一斤, 要是还让来袭卖也赚不了几两银子, 还忙得要死。 不如让方家去折腾, 他家商好便不进国, 买得价格高一些, 他就多赚一些, 这是他们应得的。 句话无所谓地说道, 钱是赚不尽的, 咱们还是不要贪心得好, 咱们往后呀, 还有许多东西要买, 明年的辣椒就要来袭卖就是了, 还有那些鸡够他忙的了。 青木点头赞同, 又说笑了一会儿, 方才散去。 张家和郑家的辣椒不停地往外出, 看得人好不眼红, 那些也收了辣椒的人就跑去瞧自己藏的辣椒是不是也能卖了。 拔开竹篓子往稻草里一瞧, 那辣椒虽然没烂, 看上去且又扁又缩水, 全无一点鲜活气息, 一时间就懵了。 张家去年卖的辣椒可鲜艳得很, 听说跟刚摘下来的一样, 可自家这辣椒算是咋回事? 原来这辣椒用稻草包着也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, 再者气温又低, 辣椒也不容易坏, 可是却比不上埋在草木灰里放的时间长。 过了这么些日子, 辣椒没烂掉, 只是缩水, 已经算好的了。 人们这才明白原来用稻草藏辣椒的法子是假的, 就说嘛, 张家和郑家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人晓得这秘密, 他们还赚啥钱? 一般农户想通这道理也就叹口气罢了, 不然还能怎样? 反正存的也不多, 不过几十斤而已, 多的也就百来斤, 主要是当时得消息晚了, 该卖的都卖了, 只剩下这些尾巴尖。 当下趁着辣椒还没坏的时候, 在家天天炒了吃, 也不留着卖了, 这样子也卖不出去了。